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日前公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近日接受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涉港国安法是全国性法律 但从草案说明中可以看到 绝大部分案件仍交由香港特区处理 体现了中央对特区的充分信任 在那个条例重问大家就会了解到的了 就是说将绝大部分的关于国家安全的案件 都交由特区的执法部门 交由律政署的负责起诉的部门 和司法的部门 他们来去处理审理这些个案 不是由内地派法官 或者也都不是将这个全部移交去内地审 不是 这个充分体现国家对特区的信任 谭耀宗谈到 在维护国家安全这一问题上 中央充分信任特区的同时 将对特区给予指导、协助和监督 草案说明中提到 特区将设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维护国家安全事务 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 委员会中的安全事务顾问将由中央指派 谭耀宗强调说 这一桥梁角色至关重要 这个顾问一定是有丰富的经验 亦都是可以起多桥梁的作用 帮助我们去看回国家安全方面 有什么事情要注意 有什么情况要掌握 有什么规划要准备 这些等等来说 这个顾问是可以协助到我们的工作 所以是重要的 也都不存在什么太上和 因为大家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搞好国家安全 要维护国家安全 除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草案说明中一批道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在特定情形下 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刑事管辖权 这一条文在香港社会引起了较大关注 在谭耀宗看来 目前人微去到需要中央刑事管辖权的地步 这一立法设计是防患于未然 太阳宗指出 过去一年黑色暴力冲击香港社会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中央出手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消息传来 令香港社会备受鼓舞 至于有人散播谣言 指香港经济会大受打击 谭耀宗认为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非一朝建立 良好的基础仍然存在 稳定的社会环境会为香港带来更好的发展